哈喽大家好,我们来看看 The Naga The Naga的股价真是很惨啊 你看笑都是一直往下掉 然后呢 都一直有人去 去收票,去借刀 你可以看到 他每到一个时间 呃的时候呢 都是这边都是有人去借刀的 现在呢,之前也是这样,也是有人借刀 现在还是有人去借刀 9块钱呢,这个支撑呢 也是其实也是蛮强强一下的 呃 当然现在他这个batter呢 老实讲也是非常的难下手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会继续往上冲呢 还是会跌破9块 呀,没有人知道 他已经有几次在9块那边的时候 就顶住了,又弹回去 呃 我觉得 基本上呢,才是不适合去 去太过冲动的去借刀 还是应该要静静的去观看 观察 什么时候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呢 股价是在MF20、MF60下面在压住 如果真的是 要借的话呢,最少也要涨上去MF20吧 但是MF20是往上仰的时候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有机会继续往上冲 现在去借的话呢 除非你是打算晚反弹 就说你弹上去你就卖 呀,然后在等他购费的时候呢 你又你又再满路 这种呢 是技术分析的人比较喜欢玩吧 我觉得的那个的投资者呢 都是比较是一些投 投 价值投资 比较要长期的 希望有一些股息的 呀,这个我觉得就不适合 啊,不适合 用这个用这种技术分析的去 啊,去去去这种去交易吧 啊 如果是长期投资者呢 我会建议是说 哎,可能9块的时候你就买一部分 如果是跌破9块的话 可能跌破8块半 如果是跌破8块的时候 你又买一份 分批买路 呀,这个是价值投资者 啊,比较适合的方法 呀,不介意现在买 但是当然又不要all in 啊,要把资金分配起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 另外一件事情 我对等达哥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虽然讲说政府说 哎,因为大选的关系 不给等达哥起价嘛 但是他不给起价 只是给家庭的罢了啊 现在你可以看到外面的MCO 已经没有了 经济开始复苏 用电量的肯定也是会增加的 呀,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嗯,Tropping Mall也会开 呀,我觉得算 我觉得这个是个机会吧 当然这是长期的啊 如果你打算今天买明天卖的话 这个就不适合你 可能要有个holding power 啊,有一个 呃 哪票的人力 呀,而且哪票的人来半年 一年以上的啊 这些是长期投资者 比较喜欢的操作方法 买了之后就去睡觉了 不用看了 放下那边五年半年 然后再看一下什么 然后再看一下是什么事情 呀,投机的短期交易呢 可能就不是很适合 呀,而且无论如何投机的话呢 你也看到现在图是不漂亮的啊 你也不会去买 呀,这个时候会经常的 都是一些价值投资者 ok,那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还是不适合去接 啊 再等一下吧 如果你是短期技术分析的话 当然这个只是我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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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